等我成人礼的时候,也要穿上这么好看的裙子 卢孤湖,素有高原明珠之称 是摩梭族人的主要聚聚地 卢孤湖有很多美景 草海是一个聚宝盆 有丰富的水生植物,真情一鸟 不仅鱼虾多,还有好多野鸭 在芦苇丛中,处处可以食到野鸭蛋 以前饥荒,人们就是靠草海的生物度过危机 村子里的摩梭人,正在举行成人礼 他们13岁就视为成年 女性行穿裙礼,男性行穿裤礼 他们左脚踩着猪圆肉,右脚踩着粮食口袋 象征今后吃用不尽 成人礼不仅是一场重要的仪式 还是摩梭文化的传承 把摩梭文化中的和谐、平等、谦让、包容、博爱的精神 通过仪式传达给了孩子 我以后会有成人礼吗? 当然呀,等你18岁的时候 妈妈就送你和这个姐姐一样好看的裙子 太好了,我已经开始期待我的 我18岁了 关注我,开开心心过寒假 别忘了给我点赞哦